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就是说 你在一个这个conductor 里面 那电子呢因为你碰撞 碰撞什么?碰撞电子跟Ion 碰撞 和电子跟电子碰撞 那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碰撞的结果呢 那你会产生这个电阻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基本上面它会有能量 那这个能量呢它会损耗掉 OK 那我们说这个能量损耗的到底是多少部分的话呢 好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长的导线 那电子过electron在这里 这个跟latice碰撞的话 那基本上面 它的velocity呢是一个drop velocity OK 你知道的它是一个drop velocity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子 假设我们这个 它的charge是q的时候 那当然你要知道的话 它有一个电流 OK 那电流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知道 电子会 电子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个drive velocity 理论上它是受到电场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电场 给它的一个影响的话 假设 这个电子 在这边寻走的距离是ΔL 那换句话说 这个电场 给它的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所做的功 就是Q1乘上ΔL OK 那这个功 就相当于是它的power 那这power的话呢 就是你对power的定义 就是单位时间的功 当然这个单位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data t 取到非常非常的小 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这data t呢 趋近于0 这样子的一个区画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这个放进来的话 q1 dot u的部分 换句话说 你这个就变成 u1 dot drive velocity ok ok 是我们的drive velocity的部分 那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这是单一个charge 单一个charge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是这样子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取一个小小的balance 在这小小的balance里面 dV的balance里面呢 有多少的charge呢 那在这个balance里面 那在这个balance里面 你有的charge的数目就是n乘上dV 在乘上每个charge的电荷就是q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小小的balance里面 你实际上有的这个大q啊 你应该是n乘上q乘上dV n的话就是charge carrier concentration 也就是你到底有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个电荷在传导 所以如果以这个小balance来讲的话 我们有多少power呢 我们说我们的power ok 在这个dV里面 我应该不能写向量 这是一个存量 在dV里面呢 有多少power呢 我应该是等于n乘上q乘上dV 再乘上1乘上u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那也许你会说 在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 你的carrier可能不是只有一种 假设carrier不是只有一种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把这边的carrier ok 每一种carrier 它的charge是qi 那它的这个carrier concentration是ni 那你把它sum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假设carrier不是只有一种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了niqi 当然 对不同的carrier 它有不同的drive velocity 所以你的power就是相当于 你把不同的carrier把它放进去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看到的 电场1把它放到外面来 然后niqiui summissioni 然后 dotdv ok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我们上一堂课讲过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Current density OK 那这个是Current density的话 换句话说 你就直接可以把你的total power dotp就写成1.j 然后乘上dv 这样也没有问题 好 那 当你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平常 会把单位体积的power 那 这个就是定义成power density 那power density就等于多少 power density就相当于是1.j ok 当然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电流的情况之下 稳定的电流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power density 是在稳定的电流之下的话 就是电厂乘上 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就是我们 啊 从一个 这个 你的charge 好 在这边做drive velocity的话 那产生的sermal 啊 recipe pation 所对应产生的整个能量的损耗的情况 那 在物理上面 常常把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啊 就是用交耳来表示 就是 那 我们也把这个 进一步的叫做一个交流 那交流呢 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 paposki是等于这样子 那交流是什么 比如说 对一个 你已经给的power 你已经给的power 天 那 它的power 偷偷 那 paposki 转变成p 那 这个转变成p 是多少呢 就相当的 就是转变成多少 paposki 那我们说 这个paposki 就等于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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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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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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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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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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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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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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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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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10 9 乘上這個PL 看看我多少的這個Botline 那那句話說這幾面積 你可以是取很小的地方 你可以取很大 那我們把這個BSTL 就是我的Botline element 那我的Potline相當於是 1到5J PS 然後 OK 這是貝的8的男角 我再把它進一步的 推開來看一下 我說 PS基本上是跟這個Current相關的 我把PS跟J把它放在一起 J E S OK 我把E D L Done 起來 好 那你現在已經看到了 這個是相當一個 變長乘上DL 就是什麼 這邊的 Vorant Vorant 也就是我們的V2-V1 或者是我們的V V OK 都可以 好 那這個呢 是什麼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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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看前面跟後面 我說我的power 實際上就是 I 成功 這就是你什麼? 超中的時候你已經學過 我的power就是 I 成功 這個power是什麼? 是因為你的生物 這個生物怎麼產生? 是因為有電子 而且會產生的熱 這個熱是完全轉變成 完全是因為你的電子號變成電子 全接觸 再來你也可以接觸了 把歐姆病放進來 那就是沒開口罩 這是我們平常看到的交流的實話 這個應該不是大的問題 只是從提成的觀念裡面 也不是從電子的觀念而是真的 在這裡面是從微觀的觀點 對基本的電科的一個 電腦的作用 然後他說產生的這個 生物的體系配性的部分 而產生的病 那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大部分的大部分 OK? 好,那你已經知道了 這裡的電流的過程當中 熱的體系的部分 那我說電流的流動的部分 跟不同的體系配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電流經過不同的 boundary condition的時候 你現在看 我說我有一個介面 電流從這個介質流進來 流到另外一個介質去 那J1跟J2有什麼觀念? 這是我們接著想要探討的問題 這是我們接著想要探討的問題 J1跟J2有什麼觀念? 其實如果你知道 J1跟1的關係的話 那沒有什麼新奇的事情 在這個session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 J1就等於s,1 那1 你已經知道 從第一個介質到第二個介質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我把它整理一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知道 diverging的D J的部分呢 一定會等於0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為什麼 那 k的sigma J 它也要等於0 這是一個微分形式 當然 對積分來講的話 那 你用 diverging theory 這個 J.ds 它是等於0的 這邊也一樣 你用 stock theory 那 J除以sigma .dl 它也是等於0的 ok 等等 我們在講這個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對於一個穩定的電流 ok 好 那為什麼會等於這樣子 既然你已經講穩定的電流 那我們說 我們在之前已經講到 continuous 連續方程是告訴我們說 diverging J 要等於負的 rong row rong t ok 一個區域 它的 客人的 挖散 就跟這個區域裡面 charge的變化有關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它是一個穩定的電流 換句話說 這個區域 對一個穩定的電流 而言 那我們可以看到 rong row rong t 是等於0的 換句話說 diverging J 就是等於 就是 我們第一個 diverging J 是等於0 最主要的一個來源 那你已經知道 diverging J 等於0的時候 機子 機子 之前我們對一個 靜電廠來講的話 ok 我們說 k1 是等於0 那歐姆定律 又告訴我們 J是等於4,1 所以 你馬上你就可以知道 4,0 J 是等於0 就是我們第二個 equation 所產生的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換句話說 這兩個 這麼重 這個簡單的 道理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 我們說 你現在 Midium 1 J1 然後到 Midium 2 J2 ok 我把Normal方向畫出來 好 那Normal方向畫出來以後 你現在你看到的是 對於Normal方向 我把J投影到Normal方向的話 這個 這個就是J1 N 而這一塊呢 一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J2N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既然你是Divergent J是等於0 你可以用START12 就等於 J.DS 是等於0 那馬上 我就告訴你說 J1N要等於J2N 為什麼 嗯 對啊 我們說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Divergent 1等於0的時候 你1 的Normal方向要什麼 等於0 對不對 就是Normal方向要Continue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在這裡面做一個什麼 高星Surface 然後把這個高星Surface呢 H DataH讓它去G0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DS 1 跟DS2 J.DS1 跟J.DS2 就是Normal方向 它是等於0 你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看到的結果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你現在 我已經跟你講 Curl的Sigma J 是等於0 換句話說 由START12 我也知道說 Sigma分子 J.DL 都是等於0 那之前 我們也同樣的用過這個關係 只是 我們說 START12等於0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什麼 回路 封閉回路 然後呢 我把這個回路的 寬度呢 趨近於0 所以 那個 這個封閉回路裡面的這個物理量 沿著這個方向 沿著這個方向 再DOT 再加上沿著這個方向 再沿著這個方向 沿著這個 這兩邊都等於0 只有剩下沿著兩個方向 那沿著兩個方向的就是 Sigma 分支 J1T 那 Sigma1 如果這個是 Medium1 然後 減掉 Sigma2 J2T 這是等於0 換句話說 你J1T 跟J2T的比支 就很容易的是 Sigma1比Sigma2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是一個很 Special case的情況呢 我說如果 我這 全部通通是一個 Homogeneous Homogeneous Material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那 Sigma就不會是 跟方向有關係了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變成 Sigma 把它提出來 外面 然後 這個等於0 所以 在這種條件底下的時候 直接我就可以看到 我的Divergent 我的Cur J 是等於0 那不然的話 你就是用這兩個關係 OK Normal方向跟切線方向的情況 好 那這兩個關係 也是我們平常 我們 最常用到的 那我們看到 如果 這之前 我們在向量的時候 說一個物理量 如果 它的Cur 是等於0的話 那 一個物理量 它的Cur 是等於0 那我們說 這個物理量 是可以寫成 另外一個 Scale function 的Gradient 那我們平常 我們旁邊 把這裡 加一個負號 就是 在之前 我們已經 應用這個關係 很多次了 譬如說 Cur1 Cur1 是等於0 所以我們的1 是等於負的 軌點V 就是這樣來了 那同樣的 假設你的Cur J是等於0 你也可以把你的J 變成另外一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物理量呢 它所對應的關係 就像這個Potential 一樣的關係 那它是一個 跟 跟這個Current Density 有相當的關係的 然後我們這個Current Density 又是在一個Static Current 底下 所以我們把這個 叫做Static Luk K Static Static Current utterly истории Static 행 換句話說 在這樣的條件底下的話 你这个psi的角色地位就有一点像V 那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我们说 我们常常去解laplus等于0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V解出来以后 再去解1 OK 1是负的gradientV 同样的条件 你也是可以去解laplus的psi是等于0以后 那psi解出来以后 你再去把它 j算出来 这吊色地位都是一样的 OK 这边 如果你不看物理 完全都是只是数学 只是物理量变了而已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你当时应用在解laplus的v等于0的方法 所有直角坐标系统 圆柱坐标系统 球坐标系统的方法 全部都可以用到 你把它laplus precise等于0 去解 然后把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去 然后去把它current density解出来 所以你实际上是什么 你以前学的技巧 如果你会的话 全部通通是把它移植过来而已 OK 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我就来看一下 我既然已经知道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那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给我们什么information 是我们之前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 有没有冲突 理论上应该不应该有冲突 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说 这样的boundary condition 是不是合理的 那我就直接看 我说有一个界值 那有一个界面 4,1,2 那同样的 J1 进到另外一个界面 J2 OK 这边上面 你把normal方向画出来 这是α1 这是α2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它的 J1 要等于J2 换句话说 我的current density 投影到 我的normal方向 这个值 应该要等于它 所以这个 画得太长了一点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J1 cos的α 要等于J2 的cos的α2 第二个 第二个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的切线方向 是 sigma1 我们就看到了 tanner的α1 比上tanner的α2 应该是等于sigma2 比上sigma1 OK 那这个结果 我们把 假设我们的sigma1是远大于sigma2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要趋近于0 那这个就要趋近于0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趋近于0的意思呢 它趋近于0的意思就是等于tanner的α2 它要趋近于0 它要趋近于0 sigma1 对 这个就是趋近于0 那趋近于0的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这一项 远大于这一项 那这一项远大于这一项的情况之下 现在α2 我应该要讲 应该α2 要趋近0的情况 因为 好像有点怪怪的 是か吗 我应该要讲 所以这个是Tenet的R1 对 我应该把 这个是缓了 他是趋尽无穷大 所以他趋尽无穷大的意思是 这一项要很小很小的话 那他很小的情况之下 就是α2趋近于0 因为Tenet的α是等于cosα分之sinα 所以他很小的话 就是α趋近于0的意思 OK 就是α2趋近于0 那α2趋近于0的意思是什么 α2趋近于0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J2啊 已经α2趋近于 已经是normal这个surface 那这个跟我们当时在讲 一个conductor 这是一个conductor 那你出来的这个电场 它是normal方向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current J4等于4,1 OK 换句话说 J4已经是激进于normal surface的情况 J2 normal surface OK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或者是inter surface 这是一个我们平常已经了解的一个结果 OK 那跟我们所预取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同样的道理 这是一个极端值 但是每一种conductivity 它不可能 是无穷大 或者是说 即使是赢或者是同的话 它的conductivity还是有限值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J2的值是等于多少 J2的值啊 你基本上是可以写成J1的平方加J1T的平方的开根号 那你J1是等于多少 J1N的部分是等于J2N是等于J1的cosα1的平方 OK 那J2呢 OK 是 J2T呢 是你把他J1T乘上4,1,2的平方 那你把它开根号 所以你把J1T的部分带进来 J1的sine的α1放进来 那我们把J1提到外面来 OK 那这是cosα1的平方 加上sigma1,sigma2的sine的α1 瓜尔的平方的开根号 OK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了J2的值啊 跟J1之间的关系呢 很清楚的看到了它是跟最重要的是跟这个conductivity的比值有关系 Conductivity的比值差的越大的时候 那J1跟J2的值就相差越多 如果Conductivity几乎是一样的时候 那J1就等于J2了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其实跟当时我们在讲 一个界面 有电厂 从这个界值 进到另外一个界值 它其实是什么 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The boundary condition 道理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回来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现在看 这个问题的话 假设不是Good Conductivity的情况 OK 这是我们处理的 那我们平常呢 把这个Conductivity呢 不是无穷大的 都叫做Losing Median OK 也就是说它的能量 它会损耗掉的东西 的这个Median 那这个Median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Conductivity 所以常常 你又把它叫做Losing Bi-E-Le-T-U-K OK 所以 只要你讲Losing Diagnetic 或者Losing Median 其实 基本上面 你的Conductivity 跟Diagnetic Constant 都可以并列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已经解到这边的话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这个地方会不会有Surface Charge产生 这边 这个界面 OK 界面会不会有Surface Charge产生 会不会 会 还是不会 对 要如何去计算那边有没有Surface Charge Midian 1 Midian 1 跟Midian 2 那 D1 D2 那我们就知道说 M.D1 D1 D2 它其实就是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M呢 这是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那 同样的情况 你现在你要知道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Surface Charge Density 你只要去把 你这两边的D1跟D2 把它算出来 那 我们说D 它是等于Issium 1 所以 所以 你现在 你的Issium 1 的E1N 你把它投影到Normal方向 再减掉Issium 2的E2N 那 它C本上面 是要等于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OK 那 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Normal方向 Normal方向 Current Density 要Continuous 那Current Density 跟 这个Electric Field 之间的关系 其实 你用Om定理 放进来的时候 你直接就可以 进 把它写成 这一次等于Issium 1的部分 所以 我把这两个关系是 Sigma 1 E1N 是等于Sigma 2 E2N 这两个关系 是把它连贯一起的话 我马上 我可以知道 我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OK 把它放进来 就等于 E1N的部分 把它带进来 E1N E1N Sigma 1 Sigma 2 E2N 剪掉 E2N E2N 那你把E2N 提到外面来 OK 就等于E1N Sigma 1 Sigma 2 Sigma 2 E2N E2N 这就是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的大小 除灰 4,1 一熊2 一熊1 等于一熊2 不然 它一定 有Surface Charge Density 存在在Intersurface上面 除非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它是等于0 不然的话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一定存在 那如果 我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说 这个Medium 如果 如果 假设这个Medium 2呢 是它的Conductivity呢 那换句话说 Sigma 2 也大于Sigma 1的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底下 Sigma 2也大于Sigma 1 那这一项是也大于它 换句话说 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就一熊1 然后 E2N 一熊1 Sigma 1 Sigma 2 OK 那实际上 我把 因为这一项已经远小于它的话 那 我说 其实这一个值就是一熊1 一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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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Special Case的时候 Medium 2如果是是一个GOOD Conductivity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Medium 1跟Medium 2之间的Interface 它就是一熊1 一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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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界面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平常常常应用的 我说一个导体的界电板 我说我在做电容的时候 我常常会碰到 我一个界电子 塞在这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界电子 我是1 3 6 2 9 7 这是一个平行板的电容器 这平行板电容器 上面有两个戒指 一小万 四可马万 然后一万 然后底下的是 四可马二 一小兔 然后一兔的电厂 所以 你的 你的 科兰兰斯体 基本上是 应该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最终我想要了解的是 到底这里有 有多少的surface charge 这边有多少的surface charge 然后这边有多少的surface charge 因为它已经都不是导体了 所以 你一定会在这里有surface charge 这边也有surface charge 这边也有surface charge OK 换句话说 你去算这边的surface charge的时候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你的问题就是 这是一个导体 这是一小万 四可马万 一万 这一万 的戒指 对不对 然后 你在算这边的时候 相当于 你是 这是一个导体 然后呢 这是一小 2 sigma2 1 2 J2 OK 那你要算中间的interface的部分 你就相当于是 你的interface 就是一小万 就是一小万 四可马万 一万 J1 然后一小兔 四可马兔 一兔 J2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的经验里面的话 首先你第一个部分 你期待的是要知道说 到底这个J 跟1的值是等 它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region里面 如果你的电厂都知道以后 你当然就很快的可以得到你的surface charge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对这个问题的话 我说外面的电位 一小 它所提供的电流I R1 加R2 假设这个平行板是无穷大的 那你把它复裂 它的边端效应 所以如果你破裂边端效应的话 在这个region里面的R1 在这个region里面的R1 就应该是等于D1 你就可以看 你就可以看把它比意是什么 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 肯定的 replied 是扫整裂空间呢 冰字 between D1 S 然后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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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是D2S,2 因为电流是这样子流过的 跟截面积成黄比跟长度成正比 ok 然后跟你的这个Conductivity成黄比 所以你的电阻就出来了 所以一旦你知道以后我们说Conductivity这样 就是I除上S 那I除上S是等于多少 就等于你把 Ision R D1S,1加D2S,2 这就是你的Conductivity 那你可以把它再通风化解一下 Sigma1D2加Sigma2D1 IsionSigma1Sigma2 这是你的Total的J ok 那我现在我知道 Ision呢 我用电场的观点 E1D1再加上E2D2 因为你的平行板是很广很广的情况 我们已经忽略边端消云的情况之下 你就等于电场乘上它的长度 就是你的Potential difference ok 那我说J1N是等于J2N 所以 Sigma1E1N是等于Sigma2的E2N Sigma2呢 换句话说 哎 换句话说 你的J子本来就已经Normal Interface 所以 在这里面的N 由于你的电场跟你的 通通是normal interface 所以我会把这个写成 一雄万一万 是等于 对不起 一雄万一万 所以一万跟一兔 用这两个关系式 你就可以解出来 一万的值跟一兔的值 一万的值 是等于 把它带进去 这边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 一雄 我把答案写出来 一雄万一兔兔加上 一雄兔兔兔 一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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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E1,E2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E1,E2你已经知道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三个关系 你可以把它求出来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解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 A 这是Conduct 然后这是I1,Sk1,E1 当然Normal方向的话 我直接把它定义成N的方向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定义的话 你相当于这是Medium 2,这是Medium 1 所以你现在看到N.D1-D2 就等于Sk 在这个Surface上面 那我们就把这个Surface 叫做第一个Surface 这个第一个Surface 这是第二个Interface 那你已经知道这个是Conduct 所以它是等于0 所以我们马上我们知道 Sigma S1是等于多少 就等于它乘上 那它的结果是D1 Normal方向 那也就一熊万E1 那一熊万E1的结果 这个已经给你的 所以你就马上可以看到 Ision 1 Sigma 2 Ision Sigma One D2 加Sigma 2 D1 这是第一个Surface Interface上面 的结果 那第二个Interface 一样的 我们说第二个Interface 就是这个 下面这个情况 那就是 这是Conduct OK 那 我说我的Normal方向 一样是定义成 它的话 那这是 Ision 2 Sigma 2 与2 所以 你马上你可以看到 你的N D1 减 D2 是等于Sigma S2 那 这是Medium One 这是Medium 2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 Medium 1 它是等于0 因为 它是Conduct 那换句话说 我们马上可以知道了 Sigma S2 的值 就是等于 Fu的 Ision 2 E2 OK 那这个值 就是Fu的 Sigma 1 Ision 2 OK 这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在这两个Surface上面 你已经知道了 那中间的这个Surface呢 一样的方法 只不过 只不过 你现在的话 你中间的Surface 就是这个情况 Ision 1 Ision Sigma 1 E1 是干嘛 2 Ision 2 E2 OK 那你现在 如果你定义 这个是Medium 2 这是Medium 1 那我说 N.D1-D2 是等于 我的Interface 1 2 我现在问 N的方向是哪 N 在这里 N是在哪里 二指向1 二指向1 你这个N 本来就是从Medium 2 指向Medium 1的方向 你如果N的方向 弄错的时候 这边的符号 都会错掉了 OK OK 好 你看到了 你的 你的电场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现在 你的N的方向 跟电场的方向 是正的 在这个Interface 1 是代正Charge 是没错的 在Interface 2 你代的是负Charge 也没有错的 OK 那现在 你这个Interface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Interface上面 你有多少的 这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我们现在看到 N.D1 就是负的 一凶万 一万 因为你的 Normal方向 跟它 是刚好相反 因为一万的方向 是 在这边已经告诉你 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是一凶二 与土 这是在这个 Surface上面 正的 你所有的 这个 这个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我们把它 算出来一下 我们把 负的一凶万 一万的部分 把它带进来 一万的话 是等于 Sigma 然后 这边是 一凶二 然后 一Sigma 万 D2 加上 Sigma 2 D1 再加上 一凶二 一凶二的部分 是 4,1 一凶 一凶万 D2 加 一凶二 D1 所以现在你看到 这是你的 Interface上面 所有的 Charge Density 我们看到了 这三个Charge Density Surface 1 跟Surface 2 跟Surface 1跟2的界面 它的总共的Charge Density 这等于多少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这个界子当中 整个Charge的Density 并没有Free Charge 它是一个完全电中性的东西 上面的界子跟下面的 上面的Charge Density 跟下面的Charge Density 它不 不吻合的地方 其实是集中在 这两个Interface中间 这样也没有问题 什么 你也可以 你可以啊 你说这个是Medium 2 Medium 1 也可以啊 没差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 它 那一样的啊 Dot 第一 第一项Medium 1的部分 是2哦 -Medium 2的部分 是1哦 一样啊 有差吗 因为这里的值跟它刚好相反 这一个Prime NPrime 就等于负的N 所以你定义哪个 是Medium 1 Medium 2 没有差 但是你要Safe Consistent 你的Bunday Condition 告诉你的 E2 这个N就是 N就是从2指向1的 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要Safe Consistent 你不能说 你自己定义了Medium 1 Medium 2 你定义完了 然后你自己又 把符号乱化 对 然后出来的结果 你就变成 符号变成负的了 负的以后 之后就变成什么 好多Charge集中在这个地方了 Charge从哪里来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Safe Consistent 解释你如何得来 你的Charge 这样了解了吗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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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还有疑问吗 OK 这是我们在 这个 这个 讲 所有的 你在一个戒指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的 一个现象 那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 我把这个问题 再階层 一样的 你可以回去 试试看好了 我说我在阶层 我说我在阶层 那会是什么情况 OK 你一定可以 译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个Surface上面的Charge Density 加这个Surface上面的Charge Density 加这个上面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加这里的 一定要等于什么 0 OK 因为你没有 其他的地方 让你产生Surface Charge 好 这是一定可以议取 所以 完了以后 你Check你的答案 这个答案如果 在这里 你不符 就表示 你中间有哪个地方是错掉了 OK 好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哪个地方 呢 这里 怎样 D2-D1 D2 我的Midian1 是2 我的Midian2 是1 所以我一直讲说 要Safe Consistent 那我刚刚原来定义是这样子 我就很safe 依旧是一二是二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还有五分钟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session而已 在这一个chapter里面 好的 我们看到 我说你现在是两个chapter 然后呢 外面是借质 那我如果把这两个conductor呢 把它 外接 电源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这边 charge q 这是负charge q的时候 这里 因为这里面不是结缘物质的话 那它就会透过电场 ok 这电场 你会发现就是 就是这两个conductor呢 是两个conductor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 我说假设我要算这个系统的 recitivity 那怎么算 依照定义 recitivity就是等于 你这两个系统的Voltage 除上这两个系统的I 所以在实验上其实很简单 反正我就不管两个conductor拿来 然后我的这个系统的recitivity是多少 我就看看我加多少电压 得到多少电流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recitivity 实验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外界的Direct Median的部分的话 那看你结缘性多好 你的recitivity的大小就 Depend of 这个Median的 这个Property的部分 就是它的特性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两端的Voltage 跟这个电厂的关系是什么 你都已经知道说它是电厂E.DL 理论上面就是这样子 那你的Current呢 Current是什么 Current是 这个Current的大小 我们已经知道说 它就是CurrentDensity.ds 而且 我这边的Current Charge 是它的Charge Distribution相关的 所以 如果我知道我整个系统的电厂的时候 实际上 是Current E.DL 就出来了 我的recitivity 同样的 这个系统的capaciton呢 capaciton是什么 Q除以V 那Q呢 本来 我用高石头 就知道D.ds 是等于Q 那Potential 就是负的E.DL 好 那我现在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系统的 这个Resistance 就是它的电阻 跟它的 这个capaciton 我把它 乘一下的时候 这一项跟这一项会消掉 这个跟这个的关系啊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等于一雄一 所以你马上你知道它是等于一雄除上是Current 所以 如果我这个系统 我已经知道它的电阻的大小 我知道它的特征 就是它的conductor 它的导电的conductivity 跟Directic的部分的时候 我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已经就知道它的 这个系统的capaciton 你中间两个只要知道一项 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项 我不需要再求 那这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求过各种形状的什么 对 capaciton 你都已经求过 对不对 你现在只要把什么 已经知道的电容 然后除一下 你就知道系统的 Resistance 不管你是什么形状 什么 什么 两个炎柱啊 或者 一个炎 同心炎柱啊 什么 任何宜然杂症 这个你已经求过了 你现在 resistance 就把它除过去 就好 OK 所以这是 一般我们在 你们在工程上面的话 用的 最常用到的 就是说 这个系统的特征 其实它的电容跟电阻 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 跟它的 代理的Constant 跟它的Conductivity 的比例值相关了